彩繩笑得何不拢嘴 因为双银彩 第二个投奖得主又产生了 当时这位幸运的民众 就在松江路附近 买了100元的双银彩 接着他路过了 我身旁的这家彩卷行 就进来对讲 没想到就成为了 万中选一的幸运儿 我看他一直对一直对 忽然有一张彩卷 这样静下来的 看了好多遍 然后他今天跟我讲说 他好像有中了 我说你别骗我啦 搞不好是我贴错了 彩卷行老板 民众这会到沙缸 发现真的连一个号码 都没有对中 也让他顺利抱走 投奖1500万元 大概是中年人左右 然后长得又有点 福福太太的这样 那中奖当然是很高兴 本来都会 平常都会坐下来 再玩一些冰果或是呱呱的 那天一对完奖 迫不及待机车骑着 就跑掉了 这也是双银彩 自从4月23日推出之后 开出的第二柱头奖 两次都是电脑选号 小额购买 也让民众信心大增 我觉得我其实运气不是很好 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一次双银彩 这种玩法 对我来讲 我觉得是非常有利的 在自家店里对出投奖 彩券行老板开心的说 能冲冲喜气 就连路过民众看到也手痒 来笑试手气 我都常来这里嘛 就住在附近嘛 这里也开出过奖 很多人都来问双银彩是怎么一回事 双银彩的销售有选注的提升 大概多了三成 双银彩买气不断 统计到十日为止 二奖十万元 已经开出了六百四十一注 台菜也看好 能够再创一波对奖热潮 东三层新闻 林陆博冲 台北报道